我自己回去 不是 林伯宜放手 干什么呀你 林伯宜放下来 才这点力气 怎么走回去啊 那我不回去 我回长秋宫 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 反应 啊 啊 是 虎符还在 殿下可放心了 事关重大 此武官或者东宫 和长州宫的荣辱 不得有时 倘若真的出了毕露 我的储君之位不宝道还好说 就怕是牵连到母后 这些时日 我一直寝食难安 这虎符 就像 就像索命的神套 好 勒得 勒得吴喘不过气来 殿下也是太过较心了 这虎符在宫中放了这么多年 如何就丢得 在父皇手中放着 与在吴手中放着 这能一样吗 不行 这宫中人多眼杂 放在东宫里 我总觉得不踏实 那不若 咱们这几日先不住在东宫 将虎符带去紫柜别院 那的守卫 是切成孙盛的亲信 殿下也可放心些 待在调兵潜将时 再将虎符带回 对对对 这瓷贵别约人少也安全些 那屋明日 就将这虎符带出宫 放出去 虎符不见了 是何时的事在何处不见的 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带出宫宫 臣不是早说过 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 吴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 所以才日夜难免 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 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 不如将这虎符 带给他堂兄孙盛 让他带去紫柜别院 吴想着 那好歹是他娘家人 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 怎么着 只要也能将此重 我看得牢一些 可谁曾想 这半路上就给弄丢了 自上 再过两日 万将军就要带兵交匪 营救王将军 我要当着百官的面 去导送三军 解释若拿不出虎符 这该如何是好 臣早就说过 那孙慎行事 粗出不堪重用 殿下为何还让其 安坐东宫市卫首领之位 行此大事呢 可那毕竟是太子妃的堂兄 太子妃央求吴 替其担保 我也不好剥了太子妃的脸面 殿下总是这样 任用亲友 却从不在一起才得 此生 吴知其为大错 快帮吴想想法子 这接下来 吴该怎么办呀 此事皆因王淳而起 殿下可曾问过他的意思 彻底将军他 他病了 病了 那楼太傅呢 他不会也病了吧 那倒没有 楼太傅说此事可大可小 大 无情乎之责 罔顾父皇重途 无玉下之能 小 无非 无意识不慎 视察弄丢了 此话是个人都会说 应对之策呢 楼太傅让吴去求母后 请母后替吴请罪 父皇爱着母后 必定会法外开的 那殿下以为 此即可行逢 为人子女 不能好好交上父母有就罢了 总不能事事都连累父母 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之人 二十余年来 从未因为私事 向父皇开口过 吴不想因为此事 折入母后的尊严 此事 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 子慎也来了 你来作甚 妾也是担忧此事 此事 子慎是殿下兄弟 又速得父皇信任 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 顶得上他人说百句千句 此事你我束手无策 但子慎定然轻而易举 若想解决此事的确不难 若想解决此事的确不难 只不过 需要楚飞帮殿下的忙 只要能为殿下分忧 切身万死莫辞 楚飞只需向圣上请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左边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哄我出来 子慎也是担心你 怕你卷入此事惹麻烦 都是我思虑不周 不该牵扯你今晚 只是我太过紧张殿下处境 殿下屡次犯错 父皇早有不满 若此次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怕是会牵连母后 若实无办法 大不了我去找父皇 成人虎福是我弄丢的 保全母后与殿下自己去死 那怎么能行 身上若怪罪下来 除非位置怕是富宝 殿下本就有心上人 若我让出除非之位 没准还能成全他们 除非 有心上人 少女军 天色不早 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 林将军呢 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 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 去去就会 少女军请吧 之前就有说过背她的 为何还是不背 背了 少主公怎么包少女军上车呀 没有她的 我们会去背以供少女军踩她上车 不必了 你是我送进宫的 别人行了 好 我送你回去吧 不必了 我自己回去 不是 林莫义放手 干什么呀你 林莫义放下来 才这点力气 怎么走回去啊 那我不回去 我回长秋宫 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 我刚刚说了 你快送你 你带着你 我回到你 你再来 你带着你 我回来 你带着你 你带着你 我空间 你带着你 好好好 你带着你 你带着你 不愧我 好吗 少女君这是生气 还是不胜腔 她若是就这般算了 她也就不是她了 叮嘱东宫 尤其是楚飞 有任何异样 即可告知于我